嘿朋友们 我是雨晨 就经常我的那个视频下面有很多朋友问我啊 就是一直想要去大城市的发展 就问我就是这些城市到底应该怎么选 那正好这次我姐不是正好来我这边来看一看吗 对吧 那她是从深圳来的 那我就正好替大家采访一下 深圳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对于我们的就业和发展会不会更好呢 对吧 那接下来我就有请我的姐姐参与进来 好那欢迎我的姐姐加入 是这样的 其实我姐姐她工作的城市和地方还蛮多的 所以这次我觉得正好抓住这个机会问问她 她的感受啊 就不一定我们说的是专业 请问大家参考 看对大家理解这个城市有没有点帮助 好不好 那首先我问我姐姐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深圳工作呢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就是在读大学期间呢 去深圳旅游了一趟 然后当时对深圳就印象非常的好 主要是她的绿化 还有她当地的那个人文情况都非常的向往 所以说毕业以后呢 就直接去到深圳当地找工作 嗯 对 就深圳确实我也在大学期间去那边玩过 因为我有亲戚在那边嘛 因为她在海边 所以她的那个空气啊 还有她的天空 我觉得特别蓝 对 所以当时给我的印象也比较深 有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我爸爸在年轻的时候 在我们读小学的时候 我爸喜欢买一本杂志 叫做深圳青年 爸爸他自己也是对深圳很期望的 对对对 嗯 说实话我姐和我 其实都在不同的城市 待了将近有十年 那我也想问一下姐姐 你在深圳这十年的话 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呢 最大的感受还是觉得深圳是非常包容的一个城市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深圳的话 它当地人是非常的少 大家从不同的地方来 然后五湖四海是一家 那种感觉就特别的包容 而且很亲和 大家也经常能看到一句话 来了就是深圳人 嗯 这句话是深圳政府打出来的口号吗 哦 那这个是挺好的 就政府发出这样的声音 去到那边我就觉得是没有陌生和距离感 对吧 但是上海大家也知道 很多人对上海是有一个刻板印象的 觉得上海可能有对外地人不够包容 或者有些歧视 这个我们另当别论 后面我会再探讨 因为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但确确实实很多人没来上海 他听到哎 上海人或者是这个刻板印象以后 可能就会在心里面产生这样一个距离感 所以可能上海不一定是他们的优先考虑的地方 对那深圳其实我们也知道也是那个四大一线城市之一嘛 如果你觉得我们去深圳的话 在哪些行业你觉得会更有发展一些呢 其实深圳呀 大家可能印象中的话 他在科技这一块领域还是做的比较到位的 学一些工科的哈 在深圳还是比较好就业的 对深圳他的那个主要产业和优势产业 除了科技还有什么吗 当地的话可能电子元器件还是比较多 对然后可能还是一些跟大厂相关的一些这种行业 对比如说华为腾讯 腾讯对大疆 大疆 然后还有招商银行平安银行这些大的企业都在 对蛮多金融企业也在那边 那其实上海大家也知道上海其实首先他打出了几个比较重要的标签 第一个是国际金融中心 第二个就是国际航运中心 所以大家来上海的话肯定就是做金融做航运 我觉得是比较有蛮多的机会 但是其实竞争也比较大 因为大家都冲这个来 另外就是上海在时尚方面可能也比较前沿 有蛮多的资源就是可以发挥 所以时尚行业也比较好 另外一个就是上海我知道汽车产业也发展不错的 大概是这些吧 另外我就知道上海因为毕竟是一件城市嘛 就是跟深圳一样的 世界500强会比较多 外企也比较多 所以如果我们有英语的优势 我觉得上海也是比较合适的 对对对 那接下来就是想问一下 深圳这边的就是平均工资 你知道大概是多少吗 目前 那最新的数据哈 就是目前深圳的话 它平均工资是在12000多 哦12000多 对 我还以为比上海低一点的 就是上海大家应该清楚的对吧 上海是11300多 就是社会平均工资 当然这个数据仅 Nacional 因为不同行业 甚至不同职位 他的薪酬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第四个问题 就想请问一下姐姐 我们除了工作之外对吧 我们肯定还是要生活对吧 你觉得在深圳节奏快吗 感觉压力会不会很大 其实也是要分行业 比如说你做的是一些这种 在一些大厂里面的一些行业的话 你的工作节奏性是非常的高的 那像普通的一些行业还好 基本上是早久晚六的这样的一个上班的时间 那会不会地铁里面 其实在早高峰晚高峰同样是很挤的 甚至我们挤不上地铁也是一样的 也是有的 就比如说有些比较热门的线路 像地铁一号线对非常非常的拥挤 因为它的那条线 可能基本上都是在我们的高新园 还有一些是住在关外的人 要进来就非常的拥挤 那大多数人通勤时间是多少 在30到一个小时之间 那也差不多 上海的平均通勤时间应该是40到一个小时之间 甚至有人从 比如说我们从昆山或者苏州那边来 那甚至要一两个小时 你的大概通勤时间是多少 因为我的公司的话 离我住的地方还是比较近的 对 然后我一般通勤时间是在15分钟左右 因为我姐她其实也在深圳买了房嘛 就是深圳买房是有没有限购政策 有限购的 没有深圳户籍就不能买房吗还是怎么样 它是按照积分来的 按积分来的不看户籍的吗 对 单身可以买房吗 可以买 单身也可以买房对吧 所以那说明其实上海这边的那个买房的政策 可能会更严格一些 而且上海的房价也特别特别高 深圳的房价我相信应该也蛮高 前几年涨得特别特别厉害 所以要在深圳买上一套房其实也是蛮难的 但是租房你大概了解是什么样的水平吧 不在市中心的话基本上是在5到2000 明白那还是比上海稍微低一些 因为上海我记得我刚开始毕业 大概是10年之前 我住在温水路 温水路就是地铁一号线 我当时的一个房间的租金大概是1400左右吧 加上水电网的那1600左右 大概现在的话 那个地方价格应该是要3000左右这样一个房间的 说明深圳还是舒适都比较高 那就是除了我们工作生活以外 就是深圳我自己感觉就是因为它有海嘛 其实休闲娱乐的地方也比较多 那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大部分会去人才公园 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在我们深圳湾附近那边的 也修建了很多这种绿化带 然后呢那块呢也是刚好跟海是临近的 就是一眼能够看到对岸嘛 那种视野非常的好 还有那个红树林就是沿海的一条这种战道 这两个地方是最近几年开发的吗 还是说其实十年前就有了 像红树林的话它是很早就有 深圳湾人才公园的话 它是近几年开发出来的 明白因为我在大学之前 我可能了解到的比较著名的玩娱乐的景点 什么欢乐谷啊 大梅沙小梅沙这些地方我是知道的 刚才提到那两个我都不知道 对那说明其实深圳这几年其实还是为市民开发的蛮多 就是休闲娱乐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挺好 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那其实深圳的话它是有很多公园的 而且所有公园都是免费的 所有公园都免费吗 对对对目前所有公园都免费 而且绿化都做得非常的好 就是一般很适合这种家庭出游 明白说到这里我刚才为什么会惊讶 因为上海其实还是有蛮多公园是要收费的 我至少知道世纪公园是 然后看樱花的那个地方 固存公园我不知道要不要收费 反正我记得世纪公园是要收费的 所以还没有做到完全的免费普及 对好这是休闲娱乐的地方 然后第五个疑问就是 其实我姐姐她已经去过国内的很多城市 那你能说出你的看法和对评吗 其实让我来选择 就是北上广深这四个一线城市 那我可能还是会选择说倾向在深圳生活 北京的话我也去过挺多次的 那北京可能我不大适应当地的一个环境跟气候 那再说到上海 那上海的话其实毕业以后也出差过 然后呢可能也这几年的话也来到你们这边 所以在来回的过程中啊 就感觉上海呢 它相对来说节奏会更快一些 你从哪些角度你会觉得就这个节奏更快呢 比如说看这个路上的行人 它的一个这种行走的速度也好 还有人群的这种流动性 对就感觉还是节奏会更快一些 再说一下广州 那广州其实离深圳还是比较近的 它还是当地的种文化会多一些 所以就可能更适合生活 明白 好那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你姐姐如果你想三个字 来推荐一下深圳 首先呢是包容性强 对第二是未来可期 第三个是适合生活 你刚才提到那些东西让我想到了一个词 就是年轻 因为确实是上海和广州 北京我觉得这三个城市可能年代历史感比较强 我们在提到这个几个城市的时候 我们会讲到它的老龄化比越来越严重 但其实深圳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城市 这个年轻不仅仅是城市的年轻 而且它吸引了比较多的年轻人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 就是我觉得年轻人在拒救未来 我觉得是有蛮大的潜力的 所以确确实实我觉得深圳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吧 这就是我和我姐就是关于深圳和上海 还有相关的一些城市的一个探讨 就是希望看看能对大家有没有些帮助 同时也希望我们的一些讨论 能引导大家更多的一些讨论和分享 好不好 欢迎大家留言 我是雨晨 今天我们的记录就到这里 关注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 拜拜